通古斯大爆炸之谜被解开了 1908年6月30日 一个原本平静的夏日早晨 西伯利亚的天空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球 不久之后 位于贝加尔湖西北方向 大约800公里处的通古斯流域附近 就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 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 根据后续的调查 此次大爆炸摧毁了超过8000万棵树木 其覆盖面积高达2150平方公里 其威力相当于1000至2000万吨天梯 是人类有记载以来威力最大的自然爆炸事件 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普遍认为 这应该是一起小天体撞击事件 显而易见的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爆炸区域中就会存在巨大的撞击坑 并散布着不少陨石残骸 然而在后续的研究中 人们却始终没有找到想象中的撞击坑 以及陨石残骸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人们对通古斯大爆炸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假说 甚至还有人将其与外星文明联系起来 但这些假说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 于是此次事件就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 不过近些年来 科学家们也一直在致力于解开通古斯大爆炸之谜 在2020年的时候 一个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经过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之后 给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导致通古斯大爆炸的 应该是一颗致密的铁质小行星 而我们之所以找不到陨石坑以及陨石残骸 其实是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地撞上地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具体是怎么回事 正如我们所知 地球在整体上是一个球体 其表面其实是弯曲的 这就意味着 在一颗小行星闯入地球大气层之后 如果它的运动轨迹 与地平面的夹角相对较小 那么在速度足以摆脱地球引力的情况下 这颗小行星就有可能只是从地球表面掠过 在经过了距离地表最近的位置之后 它的高度反而会越来越高 直到重新返回外太空 为了方便描述 我们不妨将这样的小行星成为略地小行星 需要知道的是 略地小行星并不是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中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 人们确实观测到过实力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 1972年8月10日 发生在美国犹他州和怀俄明州之间的 Great Daylight Fireball事件 此次事件的主角是一颗直径约10米的小行星 在闯入地球大气层后 它以大约每秒15公里的速度 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穿过了大气层 随后重新返回外太空 其距离地面最低时只有58公里 在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 它化身成了一个明亮的火球 留下了长长的伪迹 并被多个摄像机和目击者记录下来 所以 该研究团队就提出了一种假设 导致通骨丝大爆炸的正是一颗略地小行星 研究人员认为 在小行星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 会带动周围的空气一起与它高速运动 与此同时 小行星还会剧烈地压缩其前方的空气 并因此而迅速升温 这会导致其表面上的一部分物质 以及周围的空气因为高温等离子化 所以小行星其实就是写裹着 大量炽热的等离子体物质 以及空气在高速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小行星的速度足够快 距离地球表面足够近 那么就算它的主体 没有直接撞击到地面 也可以在地面上造成爆炸 而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想象中的撞击坑 以及陨石残骸 有了这个假设之后 下一步就是确定什么样的小行星 才可以造成通古斯大爆炸这样的效果 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了大量的模拟 其中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模拟结果就是 一颗直径约200米铁质的小行星 以每秒20至25公里的速度运动 其运动轨迹与地平面的夹角为11度 与地面最近的距离约为10公里 在此之后 由于它的速度足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束缚 因此它的高度就不断上升 并最终重新回到外太空 研究人员指出 通古斯大爆炸的覆盖区域并不是一个规则的原型 而是一个蝴蝶状的形态 而这个模拟结果在地面上产生的爆炸效果 其覆盖区域正式成蝴蝶状 这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 不得不说 这样的情况是令人后怕的 原来人类离灭绝只有一步之遥 毕竟相对于地球庞大的体积而言 从10公里的高度掠过地面 可以说是贴脸而过 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角度稍微偏一点 那这颗巨大的铁质小行星 就可能会直接撞击到地球表面 其产生的后果就将会非常严重 甚至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 即使是我们人类也很难撑得过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通古斯大爆炸之谜被解开了呢 正所谓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 尽管这种解释在理论上是较为合理的 但因为目前并没有确凿证据的支持 所以这种解释 目前也只能说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并不是确定的答案 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 科学家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 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